不可预期的流动状态 也成为艺术家的生命课题 我师故我不在系列 以极度扭曲的钢铁料 焊接而成 装载于钢字的佛身上 有佛本无相的意识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 我师故我在 我师故我不在 其实这个想法就是来自于 对于西方哲学里头的 所谓的我是故我在 这一个哲学思维 跟东方的一种所谓无我 这两个思想上的一种理念的提出 我把这两个进行去结合 然后让作品本身对这两个东西 去产生一种辨证性的一个关系 其实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讲 就是它都属于一种 蛮思考型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种 所谓的头大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故意把整个作品 在物件上做的头有一点大 就是说在某种形式上 在象征一种思维上 对一种人的一种状态 人对思想上所产生 一种撞击上的一个作用 对谢谢 梁仁宏说在系列里 要造成这样厚度钢材的扭曲 势必要使用极大的能量撞击或融化 因此在佛生以上 自动性技法所形成的不确定造型的钢材体块 再现了极大的能量 加上其自然有机的造型 将作品引向了自然 宗教与工业的关系探讨 十方新闻王天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